最近听几位军方退休的人讲 96年我们飞弹危机的时候 台湾跟大陆的军事的 投入的预算大概是多少 台湾是1 大陆是1点 不到1.1 现在那个赵大哥常常讲 现在台湾是1 大陆是17 我们再看看美国 美国现在 这个越战以后 它的可以动用的预备部队 是70万 现在是多少你知道吗 这7万 美国陆海空募兵 募兵现在都严重 援额不足 海军差7000 陆军只募到90%等等 再讲美国的军工 军工的生产力 跟二次大战 它那时候生产力 已经完全不能比了 举例现在美国投入 乌克兰的这个军工 它都捉襟见肘 老共啊 我不是在夸 夸讲老共比相对 当然美国现在还是超强 但是美国相对于 在96年 现在隔了27年 美国跟老共 是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当然美国还是比 比这个中国大陆强 但是我们回想看看 美国十艘航空母舰里面 没有一条新的 没有一艘新的 老共像海军像下脚之一样 当然美国还是比他强 但是相对于我们讲 美国跟中国大陆军力的比 跟台湾跟大陆的比 尤其跟台湾跟大陆比 越差越远 当然我们要强化自己 但是我就觉得 两岸之间的这个谈判 不要说我军力强了 才跟你谈 我军力不强 我就要跟你打 还是要谈 还是要谈 两岸真的是不能打仗 我不知道今天 国防部长在立法院 讲的话是什么意思 大陆有异常的军 也是多么异常 大陆也没 刚才林玉芳委員也讲了很多 美国在西太平洋 联合各国在军演 难道大陆没有 他不叫演习吗 我们台湾也有些 我们汉光演习刚刚结束 不是吗 我是觉得 但是我们在部长 讲得很奇怪了 就是一场 是多么一场 是准备要出兵了吗 还是选战到了 他是要 我倒不觉得 现在的国防部长 一定要配合民进党 在演这个 明年一月十三号的选战 但是你要讲一场 要讲诸一个所议 基本上这样 就很多时候不是意气用事 我们现在大陆 国防御生是你的十七倍 十年就是一百七十倍 就是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他今天买武器 是你的十七倍 明年买的武器 就是你的十七倍 十年累积起来 就是一百七十倍 就是这个数学 那所以不管对称战争 不对称战争都很难打嘛 就不要打了 这不是打仗的问题了 这个不是打仗的问题 而是说你怎么样 怎么样能够不打仗 你所有事情都 今天我们讲 不是不对称战争 就是你根本就挡不住了 才搞什么不对称战争 那美国现在没有办法 搞个无人舰 去对有人舰 就叫不对称 对不对 你真的有本事 你有人无人都要做啊 你不能说我通通到时候 美国现在是预备做几百几千个无人机 跟无人舰 所以因为我既然下舰 那个做的这个来不及 我就要搞这个好了 那可以这样子吗 那同样的 在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 整个形势到底怎么改变 这是台湾一定要注意的 而不是说国防部长说 我们已经能够监控你陆地了 所以我们已经让大陆知道说 你的动作我都知道 知道又怎样 你的动作人家也知道啊 不是这样子吗 不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